大家好 今天早上一大早就爆出了一个 关于乔拜登还有亨特拜登两个人涉及贪腐 尤其是涉及跟中国方面贪腐有关的一个大料 一个美国叫做国家脉动的媒体 爆了一段录音 是亨特拜登自己可能跟人打电话 在说一大堆的糟心事 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信息 虽然这个信息之前可能有的这个报道 那个报道都已经爆出来过 但是由亨特拜登本人说出来 把他们串到一席那就很有意思了 其实我今天一早一大早就想做这个事情 但是没办法 要送哪个倒霉孩子上学 但是从这个录音里面 我作为一个华人中国人 能够听出来一些主流的英文媒体 其实并不一定听出来的弦外之音 今天我就来给你解读一下 好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录音完整的听一下 我配了中英文字幕 然后呢 我的父母 就说我把他们发布 那个 inj子曼看到 他的业务情通话 但我的老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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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个amaz 爬我 不知不知道 我的兄弟子 是我的兄弟子 我才次 divorce一 Sache 他的有利命運動 然後制作不根字 obst 到極最高衷 車公司 世界 一 各 好 现在我们一段一段分段的来听 好 这里面还提到说纽约时报有人打电话过来找我爸爸 叫乔拜登 结果这个电话就转到了我之前的合作伙伴Erik那里 这个Erik叫做Erik Shireen 以前是乔拜登合作伙伴 后来两人散了 但是就在几天以前 曾经有人挖出来这个Erik Shireen 曾经就之前我们讲乌克兰能源公司案子 发现在乌克兰能源公司的网站上 有一张乔拜登跟能源公司董事长合影的照片 就发邮件给他们提醒他们这回事 就说明Erik Shireen至少在那个时候 还是在积极参与乌克兰能源公司 或者至少是知情的 提醒他们不要把两个人的合影放上去 这个东西已经很明显了 因为这个会造成一个必然的大家联想 不管是联想也好 或者说证明乔拜登确实跟乌克兰能源公司 是有牵连的 Erik Shireen反正在亨特·拜登看来 是非常对他不满的 觉得他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 就是这样一个被亨特认为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人 都在提醒他们不能把乔拜登跟那个人照片放在一起 连亨特·拜登以前的合作伙伴都能想到这茬 这些主流媒体纽约时报 他们到哪去了 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听 我还有一个《New York Times》公司的报告 He was missing since I last saw him in his $58 million apartment and signed a $4 billion deal to build the fucking largest fucking LNG port in the world 好 这里面提到两个中国人的名字 华人的名字 一个是何志平 何志平以前是香港人 而且是香港的公务员 后来就从事 他在2018年那个时候是被抓了 因为他贿赂很多的欧洲的非洲的榨德 像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2018年就是因为贿赂 因为美国的反海外贪腐法 就把他抓起来了 那么当时何志平就是在给他后面提到的 世界首富在打工 这个世界首富是谁呢 就是叶简明 所以从这里面你能听到很多信息 首先我们讲把何志平讲完 何志平在2018年纽约时报 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亨特拜登 就是因为当时何志平被抓了以后 第一个打电话打给谁 打给是詹姆斯拜登 就是乔·拜登的弟弟 那么纽约时报就采访了詹姆斯拜登 詹姆斯拜登就说 我很奇怪 为什么他打给我 他说我想应该是打错了 他应该是要打给亨特拜登的 打给我的 这个事我不想再谈了 不想再往下谈了 顺理成章的纽约时报 记者当时肯定就采访了亨特拜登 就问了他 但是纽约时报就没有再继续往下挖了 在报道里面甚至都没有说 詹姆斯拜登说他应该是打给亨特拜登的 那么我们有没有去找亨特拜登求证呢 没有说了 没有下文了 甚至也没有说亨特拜登对此事没有志平怎么样 就没有下文了 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很明显 他看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看 这里面有一个空白 你们自己去把它填上 不然这就不用看出来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他在讲 纽约时报当时跟他求证 说你当时何志平是不是打电话找你 是不是要你帮他做保人 把他弄出来 何志平2018年被捕以后 后来前后有五次向法院求保 希望把他保出来 我相信这五次里面 说不定就有一次两次 是亨特拜登安排的 都没有成功 因为当时的法官就认为很有可能会潜逃 最后还是判了他三年 但是后来减刑了 减刑了2019年什么的释放出来了 另外说一下何志平的老婆 是著名的前台湾的隐形胡慧忠 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妈妈那个时候特别迷胡慧忠 整天就说这么漂亮的人怎么能长得出来 后来胡慧忠吸引了 据说就嫁给何志平 好 反正何志平我们讲完了 他后面亨特拜登提到3200多亿美元身家的叶简明 然后说我在他全中国最有钱的人就失踪了 叶简明就是2018年2月份就在回国被抓了 然后这个电话应该也是在2018年 当时纽约时报跟他求证 应该在2018年底打给亨特拜登的 然后他就说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就这么不明不明失踪了 我还刚刚他在纽约的5800万美元的豪宅里面 跟他见过面 跟他谈过一个时候 我们要共同投资一个40亿美元的项目 建造全世界最大的液化石油器的港口 所有这些信息 你在主流 在公开媒体上都是有记可查的 当时纽约时报就查这个叶简明 2018年出过一篇文章 里面就涉及到一些 你看 知言片语全都串起来了 当时就讲叶简明是在华盛顿 首先是联系亨特拜登 然后付给他每年的一笔收入 我记得是有说是几百万的 也有说是1000万一年的 但至少当时查到何志平是以100万 以法律咨询的名义付给了亨特拜登 当年有一年有这样一笔钱 至于有没有其他钱 不知道 那么叶简明也确实跟亨特拜登讨论过 去找他 他就是为了讨论在美国开展能源产业合作的 所谓说液化石油器 你看看这个就对上了吗 所以当时确实讨论过 但是从这个讲述里面 亨特拜登这个电话气急败坏的讲述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只要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信息 就是亨特拜登被他们玩了 而且被他们玩了很多很多次 我们从一开始看 说这个身价3200亿美元 要知道我查了一下2017年的时候 整个华信能源 叶简明名下的华信能源 整个的收入只有370亿美元 3200亿美元的身价 重身价是从哪来的呢 只可能就是说是叶简明跟他吹牛 目前为止关于叶简明 中国内部的消息也是普遍认为 叶简明很多人说他是叶建英的孙子 其实并不是 他也不积极地去辟谣 你们觉得我是就是了 然后就利用这个身份 然后利用这样那样圈道的钱 然后就做一个庞氏骗局 把这个泡泡越吹越大 那你想在中国国内都怎么吹 对亨特拜登这样子的败家子 那还不吹得很天大吗 肯定告诉人家讲 你不要看我表面上看只有几百亿美元 其实我记得中国有的是钱 几千亿几千亿的 我也是越建英等等这样子 就把他吹迷糊了 这个赫特拜登自己脑子里不想想 几千亿美元的身价 世界上首富现在是贝索斯吧 一千三百亿美元的身价 几三千两百亿美元的身价 这是什么概念啊 所以这点就看出来 这个败家子是被糊弄了 后面 包括后面我们讲的 那五千八百亿美元的公寓 叶简明确实是在纽约 当时是2017年买下的两栋公寓 一栋公寓是五千万美元出头 确实是有这样一栋公寓 可能稍微吹点泡泡 变成五千八百亿 五千八百万美元的公寓了 其实五千八百万美元 其实是贝索斯曾经买过一个 五千八百万美元的公寓 被认为是最贵的公寓 另外前面讲的四十亿美元的投资 我估计这里面也是跟他吹个泡泡 给他画个饼 我们四十亿美元投资 到时候我分你一半 纽约时报还是之前的很多媒体挖的 都有双方想要建立这样一个 叶简明想要跟亨特拜登建立这样一个公司 然后双方各持股一半 我想讲的就是四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石油器的生意 这个其实只是个幌子 叶简明很多人都挖料了 说白了就是个政治前客 就是做拉皮条的这种 就是我到美国获取了拜登的信任获得的影响力 然后回中国说 你看我连拜登家都搞定了 来来来给我单子给我单子 然后给我钱给我贷款 就这样子 其实政治前客是在前面两头吃的那种人 所以也只有亨特拜登这样的瘾君子 对这种人相信到无以复加 哎呀这几条数据背的滚瓜烂熟 但是现在你在电话里面很明显可以听出来 就是说其实他可能也意识到 要么自己是被耍了 要么这种眼看着到手的几千万几亿美元 就这么打水漂的那种沮丧之情 异于言表 好我们继续往下听 这个Devon Archer 他最好的一个生意伙伴Devon Archer 这个事情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Devon Archer这个敲诈案 他当时据说是敲诈 我没有仔细研究 是敲诈一个印第安保留地的有关的利益 然后敲诈案他就把亨特拜登列为了证人 这个案子好像之前被压下去了 但是在这个月初重开了 是谁让他重开的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做研究 然后Devon Archer现在面临很有可能会坐牢 而且坐不少的牢 就是因为这个敲诈案件 那么亨特拜登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听得出来是越来越沮丧 到后面都快哭出来了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生意伙伴竟然不告诉我 就在这个刑事案件里面把我给拉进去了 而且他后面最后说了一句话 And my father 这句话有两个理解 第一个就是说我爸爸他也不知会我一声 他也不通知我这个事情 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更厉害了 就是这里面他其实是把乔拜登我爸爸跟我并列的 就是意味着这个Devon Archer 是不但把我列作证人了 也把我爸爸乔拜登列作证人了 而且还不告诉我一声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我取了前面一种比较轻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是后面一种可能性的话 而且他讲了 是美国的司法部长巴尔 直接从美国的纽约南区打电话给我的 可见 如果说是后面一种可能性 那几乎相当于是川普已经手握一张王牌了 或者是巴尔手握一张王牌了 我觉得从语法上讲 应该是后面一种可能性 就是乔拜登也被列为证人了 那么如果从常理上 因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乔拜登被列为一个刑事犯的证人 太不可思议了 我也没有查到相关的线索 那么从罗子上讲 更可能是前面一种 就是说这个事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爸爸一手遮天的 在司法系统里面这么多人脉 竟然也不告诉我一声 竟然是司法部长打电话来给我的 我们考虑到就是2018年底的事情 所以当时这个事情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这个电话是2018年打的 而那个时候威廉·巴尔担任司法部长 是2019年开始的 那么他的前任是杰夫·塞森斯 塞森斯那个时候 就是说他了解这个情况 他给亨特·拜登打了电话 如果他了解这个情况 却没有披露的话 意味着塞森斯跟拜登这边是有勾兑的 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这个电话里面透露出来这种可能性 对于那段时间我还真的不是很熟悉 只是我刚刚查出来 刚刚发现司法部长那个时候是塞森斯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顺着那条线往下查 看是不是塞森斯跟拜登家族是有勾兑 大家可以关注最新的新闻 我也赶紧去做调研 如果有新的消息赶紧给大家更新 就这样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次再见了